做比較不愉快的女幼 大概就是麻生熙 這個其實寫過蠻多次 麻生熙最主要就是第一個就是 時間觀念不太好 就是你跟他約四點 他會六點才出現 然後問你 你們等很久了嗎 第二個就是 其實他的情緒比較沒有那麼穩定 就是比方說六點到了 他會跟你說 我沒有洗頭啦 現在怎麼見人啊 就要趕快帶他去洗頭 這樣像我 我應該有滿腔的熱血想要跟明理仇 我對他是真愛啊 真的是很愛啊 真的是好愛啊 真的是很想跟他做 歡迎回到今天的一鑽眼春秋 以他的暗黑小夥伴 我是一鑽眼春秋 謝謝每一位現在正在看這個影片的 暗黑小夥伴們 你們最近嗨不嗨啊 TRE台北國際小燈展才剛結束 在這裡我要感謝超派人生的超哥 還有每一個去參加活動的你 因為他們給了我們 滿滿的流量 讓我們從一個大概只有兩千人的頻道 現在已經有破萬的訂閱了 雖然距離老闆的目標還有大概九十九萬的差距啦 不過我個人是滿爽的 那我們的小夥伴呢 也就是我們這些一起辛苦的工作同仁 希望我們來開一個Q&A 讓我來回答一些大家關心的問題 第一個請問我們應聘到建大公司需要什麼能力 我們其實不太希望就是 對你有很痴迷很痴迷很痴迷的人 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記得我第一次參與的活動是小西娜娜的攝影會 看到他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愛上他 繞著他一直轉一直轉 就像是蜜蜂在碰到花蜜一樣 就是一直想要盯他一下 那時候其實我們是幫人家做宣傳的 那常常老闆叫我們去幹嘛去幹嘛 我說忙著看女優啦 所以事情做不下去 恭喜一見晚春秋 見證十萬二十萬的歷史 希望我分享更多實用的知識 我寫的東西都是好像會怎麼實用的知識 請問青春期啟蒙女優 或心中第一名的女優是誰 有沒有覺得哪個女優有機會合作 卻錯過了很可惜 我們就是一天就可以花掉一包衛生紙的女優 當然是白石桶啦 心中的No One 那應該是大橋味酒啦 那是哪個女優錯過了卻很可惜 那應該是六川麗娜 他其實當時的錯號叫做AV下雨喬 因為他是喬喬 所以我就想當他的周瑜啦 對不起這個很無聊 我也覺得很冷 其實簡單講就是無心插流流程音啦 我們只是就是在PTT上會寫一些 就是對女優的感想 在20062007的BLOG發展到極致的 有一個我的朋友 就是你知道我因為我政大新聞系 我很多同學在做記者 他說他們蘋果有一個板塊是這樣子 只是右邊可能好像是我記得是高雄 有一個人因為看了A片去做什麼事情 反正不是好事啦 他就要在旁邊放一個就是有人因為看A片 然後變得就是很學富5G 所以你大家就知道學富5G的就是我 並沒有 就讓我就是拍一些照片給他們用 就是露臉 我說可以拍我背面就好 就隔天那個照片出來是我拿的那個布丁筒 Yay的樣子 但是就我們的BLOG當場就那種升天 就是流量蠻大的 然後就吸引來一些人來做事務行銷 以前兩到三篇寫一篇 後來變成每天寫三篇 真的是一個負擔很大 然後你知道從2008年到現在15年了 我只有八天度蜜月的時候沒有去更新 所以我跟老婆的關係一直沒有很好 合作過最好和最差的女優分別是 那我個人覺得就是合作過最好 山岸啟花 那還有明里仇 明里仇其實就是一個私底下不用花時間去處理的人 因為他其實就是一個喜歡躲在角落 那我們至少我們現在其實也不想跟女優太多交際 因為其實因為我們每個月一直在換就是合作的對象 我們不太想跟女優有很好的感情 山岸逢花是台上台下都是一個樣子 對影迷非常非常的友善 非常非常的溫柔 做比較不愉快的女優的話 那大概就是麻生西吧 那這個其實寫過蠻多次 就是麻生西最主要就是第一個就是 時間觀念不太好 就是你跟他約4點 然後6點才出現 然後問你 你們等很久了嗎 然後第二個就是 其實他的情緒比較沒有那麼穩定 就是比方說 6點到了以後跟你說 沒有洗頭啦 這樣怎麼見人啊 哈哈哈哈 就要趕快帶他去洗頭這樣子 就是如果我能舉辦奧福會的話 其實大家跟我吃飯應該沒什麼興趣 我是希望能夠找一兩個女優來舉辦奧福會 那如果可以的話 看看明年的年末 你有沒有辦法來舉辦 類似像這樣子的活動 透過成人展開始關注 五牌這個女優 成為他的死忠粉絲 為什麼他的人氣感覺 不管是在台灣還是日本都沒有特別好 第一個是他的片商一開始拍片 拍的太多了啦 節奏真的非常非常慢 大家都不喜歡當快槍俠 但是大家其實在看片的時候都在按快轉鍵 當你按快轉鍵的時候按到三倍數 你還以為你是在看0.5倍數的片子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大家會沒有耐心 然後另外第二點就是 你說他不買其實他還蠻賣的 20年的吧 還是2021年的 他有拿到一個月的排行榜的冠軍 顯然是蠻多人買他的作品 你說後來為什麼慢慢下滑 其實都是每一個AV女優的狀況啦 這也是我們所謂的那個酒店理論 就是出入江湖天下無敵 然後再入江湖寸步難行 就是沒辦法就是大家有新的新歡 錯過他的見面會 那之後還有機會來參與活動嗎 跟大家報告完全有機會 那如果有去互動 你大概知道他真的非常非常充分 慶功宴的時候有跑來跟我們說 他很希望再來台灣舉辦一次活動 還會有直播嗎 沒問題 其實上次600個人直播 就是在線上看我覺得很爽 所以我應該會再播一次 因為我看到有600個人直播以後 我就覺得我應該去訂一個髮片 我已經沒頭髮 就被大家講髮接線很高 我就心裡就很介意 這一行的心路歷程分享 那我個人覺得 就是你當個粉絲跟當個業者 其實感覺是蠻不一樣的 當個粉絲你可以看到女優眼睛就冒火 恨不得一口把她吞下去 但是你當了業者以後 其實你看到就是這個女優有沒有機會 來台灣做發展 來到台灣做發展以後 她大概能帶動多少票房 如果送她到成人展 她有沒有辦法幫助成人展吸引很多很多群眾 這個其實在某些程度上 其實你就失去了一些感性 剩下來就是理性的分析 做15年來我覺得最大的改變 怎麼平衡看到女優時的機動 我其實真的是看一個暈一個 因為我就是個色狼你知道嗎 當你就是從2010年開始做 做到現在13年 接觸到了200多個人以後 講白一點你也不用吃暈車藥 後面很多都止暈了 因為其實就是對大家來講 我們就是趕快把工作完成而已 會說日文嗎 會但是我能力不太好 怎麼保持性能力 這個題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因為我已經失去我的性能力了 吃藥吧 吃藥最好 想跟哪個女優共度春宵 我想我應該有滿腔的熱血想要跟明理籌合 對她是真愛啊 她真的是很愛啊 真的是好愛啊 真的是很想跟她做 最近有一次夢到她 可是夢到她其實跟她吵架 我後來去看了一些解夢專家 看到一個就是說 其實這樣是代表她愛我 我就放心了 想請問一開始怎麼接觸到這一塊 又怎麼闖出到一片天的 其實這個真的是拜託很多人的幫忙 我們當初就是一個看A片的色狼而已 所以我先要感謝我的同學 把我拉上蘋果的採訪了 讓我們有了第一塊流量 那我們要感謝就是 光華商場的某家老闆 給了我們第一個業配 讓我們知道這個東西 好像是可以做一些商業化的步驟 最後要感謝2010年的佐藤先生 佐藤先生目前也是一家經紀公司的老闆 是他帶女優來跟我們合作 然後最後還是要感謝TRE給我們一個機會 讓我們邀請女優 這個其實都是一路上就很多人在幫幫我們 最後要感謝就是這個 我們這間公司的老闆 一直逼我繼續去做Youtube 我才能夠這樣子繼續做下去 要不然其實我這個人其實是很懶惰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謝她 現在破萬了也是謝謝大家的支持 過那麼多女優跟哪位比較有私交 還是都僅於商業合作的 我覺得合作過最有私交的 應該是名利酬吧 但是問題是她的私交其實就是 不要太多跟她說話 吃飽喝足以後我們再聊一聊 但這個聊也沒有很多 但是就是事實上我跟她是有私交 她也知道我喜歡她 但她也知道我不會打擾她 所以這樣子我覺得是蠻不錯 蠻健康的關係 疫情過後覺得AV產業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現在就是我覺得門檻越來越低了 就是大家都可以辦這個活動 現在甚至連攝影棚都會請AV女優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其實當這個東西變成一個日常的時候 大家就不會覺得這東西很奇怪 沒有實際去風俗店 體驗過消費女優的體驗如何 其實在以前的時候有做過一次了 經驗不是那麼好 因為其實第一個是自己的日語能力不足 所以跟她的就是在聊天什麼方面 她聽不懂我講什麼 我也聽不太懂她在講什麼 然後最後就影響到我們在組合的時候 那種狀況不太好 就是我希望能夠換一個姿勢 她其實後來就覺得不是 你在幹嘛搞我嗎 我是真的在搞她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比較有一點點小小知名度以後 有一些經紀公司會希望請我們去交費 但是我們不敢 不敢的理由是因為 就是不想欠他們人情 看布袋戲看很多 鬼王關說 人情在最難還了 萬一她用這個東西 一直拜託我們繼續 就是要求合作 就是帶她的女優到台灣 其實這對我們來講有點困擾了 所以後來其實就不太喜歡去風俗 女優都不會嫌棄台南穿著糟糕嗎 還是工作根本沒差 我覺得這是他們的工作 嫌棄也不會告訴你 請問頭髮怎麼搶救 醫生吃藥 我們去吃人的口服的弱健 所以就是跟我們說 其實我們的毛囊還沒有完全死掉 雖然死掉了大概大半 但是還沒有完全死掉 就吃藥以後 然後慢慢的讓原先還沒有死掉的毛囊 能夠長出一些頭髮出來 去研究你為什麼 就是脫髮那麼快的原因 那她是說 我的熊系荷爾蒙 在就是之前脫髮嚴重的時候 那個分泌量是一般人的三倍 難怪我這麼有powering 他有一個副作用就是 有15%到20的男生 會失去自己的性能力 很不幸 我就是那20%的其中一員 哈哈哈哈 與TRE的關係 與TRE的關係就是合作夥伴 他們是主辦單位 那我可以做一些必要的支援 結果那三天有幾個人找你拍照 有沒有分發一塊錢 跟每一個找你的合照的人 沒有啦 因為開玩笑啦 大家不要太認真 但是真的蠻多人都有合照 所以我才知道有這麼多 就是包括台灣 包括香港 包括澳門 包括新加坡 包括日本 包括泰國 以及澳洲的一些朋友 就是來到這個成人博覽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活動 NBA喜歡哪一支球隊 太陽隊 鳳凰城太陽 如何像你這樣可以一直跟女優工作 和做成朋友 你其實這個門檻不高啦 你就找一個聯絡人 就是跟他說你要找女優 那基本上女優都會來 請問怎麼樣買正版實皮片 現在有兩個管道 大家可以搜尋 第一個東京熱 後面空一格正版 這是一個實體店鋪 比日本便宜蠻多的 第二個就是JKF AV Plus 這個就是它是一個正版的串流平台 大家只要用很便宜的價格 就可以看到自己想看的片子 這個實際蠻不錯的 都推薦給大家 想請問各個廠商所推出的女優名氣 是真人道謀嗎 他們都說是真的 大家不要懷疑我是說真的 請問怎麼進入這個產業 基本上這個是日本人來找我們的 就是我們也把握住機會了 了解這麼多女優的事情後 當然就是因為我們跟他關係很密切 做朋友嘛 做朋友以後私下閒聊 大概就會對對行的知識越來越豐富 最主要是我們撐的夠久了 如果我們第一次做活動 第二次做活動就倒掉了 那大概就沒有機會發展下去 還是很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我們 以上就是一鍵晚上天秋 與他的暗黑小販 這一次的來到1萬訂閱的Q與A 希望下次見面 很快我們就會是10萬20萬 甚至100萬 謝謝大家 我是一鍵晚上天秋 拜拜 謝謝大家